那么首先呢,我们知道梁主人创造的这些玉器的文明,它的玉丛玉壁,这样玉黄,这些重要的玉礼器系统,它被中国的夏商周其他的后来的这个文明啊,就吸收了,在这个周礼里面讲说,以仓碧礼天,以黄丛礼地, 就是说,周礼里面规范的玉礼器的系统,这个玉礼器的这个形态的发明,是梁主人发明的。 俯看眼前这片低矮山丘,一片红土格外醒目,这一基岩风化而成的自然红色,热烈而不张扬,正适合作为一处举行重要仪式的庄严场所。 在返山发掘后过了一年,1987年,考古队在这片红土中发现了一座祭祀遗址,名为遥山。 我们至今还能看到垒石包边的拐角,整齐结实,土台以下的山体也以石砍修整,成阶梯状。 当年的梁主人便从这里石阶而上,那个高处绝地天通。 高台顶部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回字形灰土方框,引人浮想。 这样的设计显然是有意识的。 刘斌在这里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观测。 那么我也去拿了这个猪肝去测,因为在上面待一年时间,当一年下来呢,突然有一天我就比较明白这个问题。 因为你一年呢,你就看到一个规律。 因为我们太阳这一年一个回归线嘛,是吧,一年它是一个规律。 那么说,在这个夏至的时候,这个太阳从东北角出来,从西北角落下。 冬至的时候,从东南角出来,西南角落下。 它就是一个,那么第二年再重复,是吧,它就是会。 我突然明白,它这个东西的设计是跟观像有关。 那么因为这个我们的两组呢,已经是农业很发达。 那么人类要农业产生,就是必须要懂得这个立法。 你必须得一年四季,非常清楚。 如果说错过了季节,这个庄稼就种不好。 像摇山跟会观山的祭坛,这个观像台。 我们发现中国的最早的一个观像台。 所以这个是立法的产生,是跟农业社会是完全配套的一个东西。 我们可以想象,当年两主先民在这里进行庄严的仪式, 用于观测太阳,进行测年。 两主文明的农业成就,也与早期两主先民的立法实践息息相关。